好 我們現在教的是海洋 第一個是海底的地形 然後海洋地殼前面教過主要什麼鹽 玄武鹽 比大陸地殼薄 但是密度比較大 那我講過你要記住它密度大 我後面要用 好 玄武鹽 大陸地殼薄 然後密度大 這個是前面教過的 那麼這兩個海底的地形 然後從陸地屬到海中間 分做大陸邊緣 羊底盆地跟中洋擠 我們中洋擠是後面要教的重點 然後大陸邊緣會稍微帶一下 羊底盆地基本上國中沒有內容 要請你注意一下 右邊這張圖的下方 有看那條黑黑的有沒有 請你看他一眼 看那一眼 記得他的長相 這個玩意兒我後面要用 記得這個長相 我後面要用 OK 好 海底地形有大陸邊緣 有羊底盆地 有中洋頸 從陸地屬到海中間 分做這些 這個是我們有交的地理有交 地理有交 大陸棚跟大陸坡 OK 你們至少在地理課本上有交過大陸棚 停車站接問 啥叫做大陸棚 Number 對不起 上那個8下面21 我要挑哪一個 21 21 21 是你 啥叫做大陸棚 第一老師教過 不知道 你對不起第一老師啊 你們第一老師也是不是小醫師 你要去告狀嗎 好 告狀 21號不知道什麼叫大陸棚 錯 水深200公尺以內坡度平緩 舊課本有寫坡多少 這樣沒有寫就不管他了 重點 你們在念過重點 台灣的西邊 台灣海峽這屬於什麼地形 大陸棚 東邊 泰明洋這屬於什麼地形 大陸棚 這件事要知道 一邊大陸棚 一邊大陸棚 這件事要知道 OK 好 然後呢 洋底文地 有深海平原跟深海 抄完就算了 基本上考試不會考 雖然賴黃川詩曾經寫過一次 但基本上考試不會考 有抄完就算了 還有一個叫做中洋棋 那個是我們後面要教的重點 中洋棋是我們後面要教的重點 OK 好 我們叫海洋 英文有個Ocean 有個Sea 叫Ocean 大隻的叫做洋 基本上有三大洋 有人把北極海洋 變成四大洋 我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等一下又不大 OK 三大洋就是 泰明洋 印度洋 跟大西洋 最大隻是誰啊 泰明洋 泰明洋最大隻 然後旁邊有島湖跟海溝會不會急 然後記一下有個馬里亞那海溝 泰明洋 是地表最深的地方 有一萬一千公尺 所以比我們的喜馬那海溝還要多 放下去還漏不出來 漏不出來 OK 所以這次飛一下太陽最大 然後呢大西洋就小一點點 然後有個看這裡的文字叫幾乎對稱 這個 是後面會提到的事情 剛才你要黑黑的你還記得嗎 你要黑黑的 到後面會講這件事情 然後來看一下 好印度洋 講一下就我們一次 就是簡單叫做大隻的叫做洋 那小字叫做什麼 海 海 比較小隻的 那它的岩渡呢 或潮溪呢 或一些什麼海流啊 哇啦哇啦都會跟受到大洋的影響 然後呢根據它格力的程度 會分做 圓海 基本上就在 陸地的旁邊 大致上跟大洋會相通的 接在一起的 比如說 大陸是什麼黃海 渤海那個 之間通的 這個叫做圓海 圓海 好 東海之類的 那如果基本上被陸地包起來的 這叫做大陸海 比如說紅海 比如說地中海 基本上被陸地包起來叫大陸海 這只是個名詞 看一下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課本的圖 告訴你說歐亞非交界的狀況 看一下 這問過對不對 黑海叫海 地中海叫海 紅海叫海 可是前海叫湖 離海叫湖 四海也叫做湖 看一下就好 不會是好 真的呢 沒事 尿密 樹 谢谢大家